去年集在臉書 曬出跟女兒們合照 臺灣國寶及鬼故事大師司馬忠元 照片中氣色看起來相當好 但沒想到才過短短兩週 就傳出病事消息 司馬忠元兒子們四號下午 在二斌受訪證實 老父親病逝 流下不捨眼淚 原來幾天前司馬忠元散步衰倒 送醫後醫生評估要裝鋼丁 轉到普通病房 發現病毒感染 四號早上十點左右病逝 死因發現是急性肺炎 司馬忠元先有房產 外加油申書版稅 資產高達兩億元 但在這之前傳出身邊 出現一名已婚手女 傳出兩人找房仲 準備賣下上一豪宅 關於家產遭觊於傳聞 兒子也鄭重駁斥 兒子透露接下來財產將有六名子女共同繼承 如今一代鬼故事大師病逝 也震驚演藝圈 郭子乾曾模仿司馬忠元 扮演成司馬湯元 兩人還有過不少合作 司馬忠元辭世 不少演藝圈好友紛紛悼念 希望他一路好走 三日新聞 徐趙偉 下方名 sng小組 臺北採訪報導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的人都怕鬼 恐怖 今天的台詞還是司馬忠元 自己說最有味道鬼故事大師 昔日主持靈異節目 至今仍堪稱經典 有不少人真相模仿 回顧他的傳奇一生 除了靈異奇特 他也曾透露自己沒喝孟婆湯 帶著前世記憶 你記得你前世啊 記得 你沒喝孟婆湯啊 對 沒有吃孟婆湯 我會講話 我一出生就會講話 三天還會認識一個字 福 有福氣的福 司馬忠元透露自己是一名叫做 王三姊的女子 而且爸爸為了查證 還特地去為了當時的夫家求證 沒有想到真的有這位童養媳 最後因為照看家中株枝 未將門關好 害他們下大雨時 被衝到河裡逆死 司馬忠元也常分享 自己能跟很多鬼當好麻吉 但最好的朋友是寄功活佛 也因此開課想鬼 司馬忠元寫書著作 談鬼故事獲獎無數 曾獲得教育部文藝獎 聯合報小說特別貢獻獎等等 鬼故事奇幻又帶了浪漫溫柔 如今一代鬼故事大師離世 傳奇著作永留世人心中 三新聞之後報道